其實黑豆這個答案是不一定 不一定喔 因為黑豆其實它是帶有纖維沒有錯 但是它不是很高纖的 所以有些人喝黑豆水會排便 確實是因為它喝了水 就是有的對 它喝了水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吃到 黑豆營養價值的話 其實它主要是什麼 第一個它是高甲的 就它的一個甲的成分還蠻高的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溺尿 然後去水腫 所以反而對那種 比如說容易水腫的女生 它是有幫助的 然後它是沒有膽固醇的肉類 但是它是植物性的肉類 所以家裡如果有三高的 或者是老人家 其實是很適合的 但是我要回答那個剛剛那個 補腦的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它講的 確實是有一點功能 真的嗎 因為那個黑豆啊 它外面不是黑色的嗎 然後它就是我們在講的 植化樹裡面的花青樹 那花青樹大家都講說 其實它是具有抗氧化養顏美容 所以女生吃很好 可是化青樹裡面呢 它確實對補腦 就是說 讓你的腦袋 記憶力比較好一點 比較清醒 這個部分它是有幫助的 所以在國外它吃藍莓嘛 就是那種紫色的 它也是對補腦有幫助 那那個黑豆的話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你的小朋友 在考試或念書的話 你可以把一些 比如說黃豆的東西 可以換成黑豆也不錯 那請問一下 那喝黑豆水有差嗎 黑豆水如果 你沒有吃 變聰明 就沒有吃那個透 因為我感覺起來沒有變聰明 所以我想說是方法 水再吸釋掉了 我們現場幫你們準備了黑豆水的 要不要喝喝 真的嗎 要喝喝看 真的嗎 謝謝 黑豆煮水嗎 黑豆 所以黑豆是要用吃的才可以 對 對 如果你要 你真的要比如說 增加就是腦部的營養素的話 應該是要用吃黑豆 比如說你吃黑豆或是黑豆漿 其實都有這樣的幫助 但是如果你是喝黑豆水的話 因為水就是它煮久之後 那個黑豆裡面的甲 它會融在水裡面 對 所以是對降血壓 然後疏解一些疲勞 然後還有所謂的利尿 就跟紅豆水 其實有異舉的功能 對 就是有一個利尿的功能 排鈉的功能這樣 可是黑豆是多 會常會不適 對 因為黑豆其實一樣是豆類 所以它裡面的棉子糖 它會讓你有脹氣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喜歡吃黑豆的 像剛剛那位女演員 她喜歡吃黑豆 其實我建議她後面可以吃一點 比如說像奇異果 木瓜 鳳梨 然後搭著吃 它就可以幫助那個黑豆消化 這樣不容易脹氣 它這個黑豆水 它那個黑豆一定要炒熟 其實炒黑豆 應該說它是為了保存 炒熟以後 你就可以當零食 剛才講的 有的那種脆脆的當零醇 但是炒熟有一個缺點 因為它本身是溫性的東西 再炒 它會變熱性 會燥 所以如果你是急 但是對女孩子裡面 有比較虛冷的 元氣不足的 你炒一下是比較OK 如果我不炒 當然可以 我這個就是沒有炒的 我直接就把它洗乾淨以後 直接泡了 我這是一杯豆 六杯到十杯的水 看各位 你要濃一點就是六杯 吸一點就是十杯 你就一直煮 也要煮過 要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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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煮滾 煮滾之後 我是加了兩片薑片 跟一點紅糖 對 因為有薑湯的味道 對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倒起來 像我就是把這個倒出來當水喝 就當水 都不要太甜的話 你就當水喝 那豆子就直接去打成薑 它裡面的蛋白質 是比牛奶多十二倍 你以為牛奶很高蛋白 它比它多 所以它是優質蛋白質 對 喝那個黑豆漿子 喝牛奶 所以吃素 尤其吃素的人 如果你真的是吃純素的人 其他吃真的是叫做 吃素質的肉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攝取適當的東西 像坐月子的時候 聽說靜雲媽 對 我覺得黑豆真的是媽媽的好幫手 我那時候在坐月子的時候 就吃黑豆 還有喝它的黑豆水 然後那時候有聽說 喝那個可以增加乳汁 然後我有把它炒 炒了之後就是泡水 然後那時候想要效果好一點 所以我就把黑豆也吃掉 就真的是一間不絕 一間到兩歲 一間到兩歲了 一間到兩歲了 那芽芽媽呢 其實我也蠻常吃黑豆 因為我蠻喜歡吃那種 豆子然後咬的口感 所以你看我的頭髮 我沒有染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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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陣子很流行黑髮 我從來都不染頭髮的 然後就有朋友問我說 欸 你那個染髮劑到哪裡買 我說沒有 這是天然的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你吃什麼 我說我也沒吃什麼啊 可是那一陣子我蠻喜歡 弄那個黑豆漿加黃豆 就是一半一半這樣子喝 然後我想說 欸 那會不會是喝黑豆這樣 欸 我們來求證一下 欸 這個羅醫師 真的會這樣子嗎 在於本身我們中醫的黑豆 它的功能叫做 捕腎 瞑目 活血 溺水 解毒 那這什麼意思呢 它發現抗氧化呢 就是能夠對眼睛有幫助 對眼睛的這種眼睛酸色疲勞 那中醫的補腎 腎虛 它含義不是你腎臟壞掉 它含義的就是你身體的老化 退化 譬如說 頭暈目眩 眼睛酸色疲勞 腰痠背痛 那女孩子月經不調 分泌物比較多 然後貧尿 液尿 這通常叫做腎虛 那吃這個黑豆呢 能夠補腎液氣有幫助 那剛才提到說 有關於讓白髮變黑 然後增加乳汁 其實它的概念是來自於 它的維生素E 是一般的肉類的六倍 剛才明明老師說 蛋白質胺基酸是12倍 那維生素E 是我們皮膚很好的 抗氧化的一個作用 包含乳汁的分泌 那在我們的本草甲目 有提到黑豆是幹嘛 就是說 黑豆可以可以 好顏色 變白不老 到老不摔 那我厲害喔 不過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李時珍 對 他有一句話 我覺得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後來 造成後面的這個 700年的一些很大的影響 什麼影響 他說每層 溫服黑豆27粒 到老不摔 就是早上起來的時候 用溫水配黑豆 27就是14顆嘛 那到老不摔 到老不摔 結果發現很多我們現在的人都是 其實古代人 並沒有說說熱褥褲 對 我們就是沒有消化不法 我們40歲就只剩一張嘴 對 我們現在人的腸胃 比古代人還要糟糕 真的 所以不太適合這樣子 直接生吞黑豆 一定要蒸煮草 這些過程才是最重要的 那營養師的建議是說 平常都可以吃嗎 那量還有什麼樣的情況 或許可能比較不適合 要提醒呢 黑豆不能當零食吃 它20克的量 等於換作是半條 小魚的肉類 所以其實它就是所謂 我們在講蛋豆魚肉類裡面的肉 所以大概也是等於 一顆雞蛋的蛋白質 對 所以你不能把它當成零食 其實它就是肉 只是它是植物性的肉 所以當你這個吃多了 一樣 因為你所謂蛋白質 會經過肝臟跟腎臟代謝 你吃多了還是會影響到肝臟跟腎臟 還有一種人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 如果本身你有痛風體質的人 那你也不能把它當成就是零食啊 或是吃過量 所以這個都要特別注意 外面做成零食的那種黑豆可以嗎 對我很怕那一種 因為就是說不是說它不行 就是說你要知道你在吃那種東西 就是在吃豆腐 然後就在吃那種就是吃豆類的意思 就是說你是在吃黃豆啊豆腐豆乾這樣的意思 不能把它當零食 了解 所以你看這樣更明確啦 就是一個大人 手掌握著不會掉出來 大約就是這樣 對 其實現在黑豆比較普遍 我們在市面上買到的大概都是青人 就是這個把它剝開來 裡面是青色的 綠色的 對裡面是綠色的 青人它顆粒比較小 那黃人或白人它的顆粒比較大 那那個部分比較做 營養上結構上是差不多 蛋白質含量都差不多 但是在用法上 一般我們這個比較常用在豆漿 我們在喝豆漿 或者是磨一些什麼黑豆粉 一些養生骨粉裡面 通常用這個青人的 那另外一部分 黃人都做什麼呢 大家也嘗試到 就是像我們做的印油 就是黑豆醬油 對對對 像我們叫滷東西不知道耶 要有黑色嗎 其實各位用黑豆 來滷任何的滷味 都是一個最好的上色 真的嗎 好黑喔 它泡水就是黑黑的 所以這個顏色就是最好上色 你要像我滷豬腳 滷豆皮 你就第一個 丟一小把下去就好 對 你就可以省掉那個醬 你可以少用一點醬 對耶 就可以拿到那個顏色 是 就可以少吃到一些鹹的負擔 你用顏色打到很漂亮 對 不然有時候我們外面 你問你說怎麼顏色這麼深 瞭解 你就怕它加一些水素 好沖喔 所以適當的使用它 我們就得到對的營養成分 對不對 是的 接下來第三樣食材是什麼呢 來看就是這個健康的牛肉 無限吃排毒又健康 好難喔 好難喔 應該是很少吧 哇 這也會差啊 這又怎麼要差 全部缺啊 唯一難是吧 我覺得很難是因為 牛棒感覺在日本都很愛吃這個 對 所以我就會覺得 它應該就是一個非常健康 健康鍋 對 非常健康 可是因為在